聖膠后BBQ赤裸埋斯水塘 10年11月 54岁的马荔芬尸首被发现 在城门水塘郊野公园 全身赤裸 下底被泥土盖住 阴度有症疫 头部有一车处 相信是致死原因的重击跌伤 估计已经死去一天 到底是谁杀死他呢 警方附近找到一张八达通的真值收据 追查之后发现 原由属于61岁的小提琴教师黎国康 电话记录显示 马荔芬死前跟他有密切联络 加上他曾经跟其他人说 有急事要回香岩 但入警署就没有他出境记录 警方就锁定他是目标人物 警方抓人的时候不单在他身上 发现有马荔芬的财物和一个锤子 更加他住所找到一幅 染有马荔芬血迹的窗帘布 他就承认曾经跟马荔芬性交之后 一起去BBQ 但就变称自己的阳位 不可能射清在对方体内 不过陪審团昨天一致裁定他谋杀罪成 法官判刑的时候说 他以野蛮的手段攻击马荔芬的头部 令他在痛苦中死去 叫令他的子女失去妈妈 马荔芬在金钱上支持他 虽然他的杀人动机不明 反正依赖判着他终身监禁 他的目的杀人 不应该是 有冠道法的 有冠道法的 那么気呢 有冠道法的